也是你这首歌的整个题材创作 还有表达这个普遍性有点太强了 就是似乎很多情歌类的题材 在你这首创作里面当中 都可以作为一个母版套进去 可能在我心里 它并不专属于《仙剑奇夏传》 这样一部作品 这个我完全不理解 因为这首歌依然是大众里的小众 我这次选择做这个 就是因为我想偏向于大众一点 因为之前写的都比较难 观众可能比较难听懂 我最近一期播出的那个 《在你双眼遇见》有很多人喜欢 我相对于上一期来说吧 就是《狐行李的船》来说 这个已经算很大众的了 但是它依然我选择没有唱副歌 我用哭来代替就是哼唱来代替副歌 这种方式在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的结构 所以它不是大众的 这种方式在行为 是什么能够 听到今天 就是因为画面色相当的 好听听的 他直接见到这种方式 对那种方式在 放递我 并不满 对那种 好听起来 感谢观看